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恋爱是美好的 失恋是痛苦的 但是没办法 如果失恋了也是要接受的 因为感情毕竟是两个人的事情 如果对方不想谈了 也就谈不下去了 重庆的张童就是这么一位受到过恋爱创伤的人 对于他来说 两年前的一次失恋 留给他的痛苦记忆 直到现在都消散不了 张童32岁 重庆某金融企业的一名高管 张童个头高挑 年轻漂亮 虽然身边不发追求者 但是张童一直想找到一个理想中的合适的伴侣 并不愿意将就 因此 前几年谈了好几个对象都没有成 就在两年前 张童的好运来了 有一天 在网上聊天的时候 张童认识了一个网友 从而开始了一段浪漫的经历 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了 然后在一家外资企业上班做管理 然后又开了文化传统公司 然后时间比较自由 张童认识的男子名叫尹固瑜 虽然样貌平平 但是张女士通过与他聊天 渐渐发现这位男士不仅拥有高管的职位 而且言谈举止彬彬有礼 专业知识也很丰富 更重要的是 人生观价值观和兴趣爱好 都和自己很一致 两人于是开始见面接触 眼前这个年薪百万 并且素质修养 待人接物 都很不错的优质男青年 深深地打动了张童 几次见面之后 张童便坠入了爱河 尹固瑜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 一次又一次地让张童感动 仅仅过了一个月 张童便带着尹固瑜去见了家人 而张家人对这名男子的认可 也让张小姐高兴不已 然而好景不长 张童的爱情就遇到了考验 起因就是男友尹固瑜碰到了一系列倒霉事 为了帮助男朋友解决资金问题 张女士倾其所有 甚至亏本卖掉股票 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 男朋友尹固瑜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背 他在工作中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多 为了弥补资金的缺口 在尹固瑜的要求下 张童一口气 搬了十几张各大银行的大额信用卡 并在支付宝等各种金融APP里进行贷款 之后 全部以套现的方式刷出来 共计五十八万余元 就这样 几个月的时间不仅积蓄都给了男友 还贷了不少款 张童开始心里没底了 还没结婚就为对方搭进去这么多钱 这样到底行吗 为了打消顾虑 张童提出来想见见男友尹固瑜的家人 但是他没能如愿 此时的张童觉得事情似乎有点蹊跷 他开始要求对方还钱 可接下来的事情却大大出乎了自己的意料 不管是发微信还是打电话 男友都没有再回复 正当张童为联系不上男友痛苦不堪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 在重庆的另外一个地方 也有一位女士在苦苦寻找着自己的男友 甚至都向警方报了案 那位女士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王燕三十一岁 重庆某事业单位高材生 皮肤白稀性格温柔 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 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 他的朋友圈都非常狭窄 很难接触到陌生的一性 于是 王燕许多时候都是在网上聊天 看能不能遇到聊得比较投机的人 结果就在两年前 他还真遇到了一个对他很有好感的男子 那名男子叫肖涵 与王燕年龄相仿 是做个体生意的 有一家广告公司 因为聊得比较投机 时间不长 两人就见了面 见面的时候 肖涵是开着一辆宝马车来的 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花钱都很大方 并且让王燕感到很感动的是 肖涵并不像他见过的一些有钱人那样 显得有些粗俗无礼 肖涵还是温柔体贴 很懂事 这让王燕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两人见面不久 肖涵就给他买了一部新手机 后来还常带他到处游玩 更让王燕觉得踏实的是 时间不长 肖涵就带王燕回老家见了父母 王燕感觉到 眼前的这个男人 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终身伴侣 然而这幸福甜美的日子还没过几天 倒霉的事开始接踵而至 男朋友告诉他 公司现金周转不灵 工人的工资 各种费用需要垫付 家中老人又突发疾病 急需治疗费用等等 善良的王燕对男友 所处的困境心机如焚 他不仅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 还火速办理了好几笔贷款 以及申请了各大银行的十几张大额信用卡 共计五十多万交给对方套现使用 然后现前借完以后 然后那个男的又叫他去办理信用卡 前前后后办理了七家银行的信用卡 王燕原本以为 男友在最困难的时候 能得到自己倾其所有的帮助 应该会充满感激 对自己更加好 但是王燕没想到 从那以后 男友萧涵却开始以各种理由和他吵架 动不动就提出分手 但是他从王燕那里拿走的几十万块钱 怎么办呢 到现在王燕才意识到 自己莫非是遇到骗子了 自己是感情也没了 钱也没了 还欠了一大笔债 王燕觉得必须求助警方 于是2017年3月 王燕向警方报了案 根据王燕提供的名字萧涵 民警进行了网上查询 但是按照王燕描述的情况 根本就找不到萧涵这么个人 虽然没能找到萧涵的信息 但是民警在网上搜索了一番之后 却有了惊人的发现 民警看到 百度贴吧上有一个帖子 内容就是有一名男子 以谈恋爱结婚为幌子 对单身女性实施骗财骗色 根据大家的描述 骗他们的人都指向了同一个人 那个人有时候叫萧涵 有时候叫尹固语 而这个论坛里的被骗者 有十几个人之多 大家的经历也都差不多 嫌疑人应该也就是抓住了他们这个心理 一个是就是说 就是一交往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社会经验不是很丰富的 就是这样的他比较好骗 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最终查识那个男子名叫尹海涛 让办案民警感到吃惊的是 在几年前 他曾经因强奸罪被判入狱三年 出狱后还曾涉嫌诈骗罪 被刑事拘留 那么很多女性反映的 她的公司老板的身份究竟如何呢 民警发现 在尹海涛名下 确实有一家文化传媒公司 然而公司并没有多少业务 就最终调查结果就是 这个嫌疑人注册的这个公司 它就是一个皮包公司空壳的 就是说名下员工基本上没有 然后纳税这一块也做的是 全部做到零申报 就没有那个什么经营情况这些存在 开着公司坐着豪华车辆 承办着世界级的赛事 是那个世界旅游小姐 世界组织旅游小姐 她加了这个项目托了几百万 落入法网 面对民警还在故弄玄虚 消失的男友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根据网上的举报材料 民警对被骗的女性进行了初步调查 结果发现 尹海涛至少与13名女性同时交往 以谈恋爱的名义 涉嫌诈骗对方的钱财 而不少女性都提到了一个情况 那就是尹海涛曾经说 她正在举办一场世界级的大规模的赛事 在那期间因为手头缺钱 向不少女性借了钱 自己有一个项目 是那个世界旅游小姐 世界组织旅游小姐 她加了这个项目投了几百万 她的工地投了几百万 没有收回来钱 后来民警专门就尹海涛曾经说过的 世界级赛事进行了调查 她经营了一个所谓的 世界旅游小姐的选秀的项目 我们去查了 首先就她所说的这个名称 都是错误的 这个根本不存在 也不是说她这个 以她嫌疑人的这个实力 和公司的实力 把这个项目是能承办下来 她是不具备这个实力的 在掌握了足够的证据材料之后 警方决定对尹海涛采取强制措施 但是民警发现 尹海涛行踪不定 还经常到外地去 根据多名女子指证 尹海涛在重庆江北区有一套房子 但是那套房子经常锁着门 民警决定到她的房子去看一下 进一步查找她涉嫌诈骗的证据 恰好有一名女子曾经在那里住过 还留有一把那个房子的钥匙 于是2017年9月14日 民警带着那名女子 一同来到了尹海涛的房子 正当民警打算拿钥匙 开门进入的时候 他们突然发现里面是反锁的 这时那名女子反应很快 她立即说 自己是来找尹海涛送钱的 然后那个受害人 她在那就灵机一动 就敲门 往里边说 我给你送钱来了 然后那个嫌疑人一听到这个声音 心意为真 那马上就出来开门了 果然尹海涛开了门 结果被民警一举抓获 画面中这位身穿绿色上衣 身材较胖 戴着眼镜的男子就是尹海涛 在他家中 民警查获了几十张信用卡和几部手机 不过面对警方的询问 尹海涛还在打太极 将尹海涛控制之后 民警还需要继续向被骗的女士们了解 核实相关情况 而得知尹海涛落了网 当初被骗的女士们都非常气愤 这是后来警方将尹海涛 带回调查期间 被骗女子王燕的家人 用手机拍摄下来的视频资料 视频中说话的是王燕的母亲 尹海涛一言不发 据尹海涛交代 他交往的所谓的女朋友 有着不同的来源 而谈恋爱是假 骗钱是真 据初步调查 尹海涛涉嫌诈骗13名女子 金额合计有几百万元之多 她非法获利的数百万元钱款 除了正常开销以及租借豪车 租房等开支以外 其余全部用于赌博挥霍一空 刷货的时候 她出了三部手机 什么身上基本上也没什么钱了 也就两三百块钱 尹海涛屡屡用假名字 和被骗女子交往恋爱 包括最后和她们断绝联系之后 别人都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但是对于更换假名字的做法 尹海涛竟然给出了 她比较迷信的解释 其实自从因为强奸罪入狱服刑三年之后 尹海涛就对自己进行了一系列的包装 不仅换了假名字 还注册了皮包公司 租了豪华车辆 自己入狱三年的经历 在尹海涛的口中 成了在国外留学的一段时间 以前在国外去待过两年 在那边去因为工作的原因 他们那个单位是一个上司公司 老板是国外的 然后在香港 香港是总部 怎么样怎么样 说这些天花乱坠的 然后结果那两年 后来我知道了之后 那两年就是她坐牢的那两年 她之前坐过牢的 进去过 然后对 就说她是出国了 对 开着公司 驾驶着豪华车辆 同时又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 按理说 尹海涛进行的这些包装 并不新奇 不少骗子也都使用过 那么她又是怎样使得 十几名女性都上了当呢 在调查中民警发现 尹海涛对于自己的身世 还有一番别出心裁的包装 生在一个家庭 长在一个家庭 身是说起来令人同情 很积极 而且很有头脑 很聪明的一个人 那她就觉得这个人可以依靠啊 为了骗钱 连父亲和兄弟都能坑害 然后他们兄弟就把那个车款 十几万 十七万 全部给她了 对自己的亲骨肉 都不愿多尽一点意义 然后她对自己就特别的放松 对她 就算是她的骨肉 她都非常的苛刻 消失的男友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据一些被骗女子反映 尹海涛自我介绍说 她的亲生父亲是一名比较有职权的干部 自己当初是被迫去了养父母家 小的时候 她的家 她的爸爸妈妈是国家干部 国公务员 然后因为她爸妈又受了她 后来又又又因为一些原因 又怀了一个弟弟还是妹妹 然后没办法要生下来 就把她寄给其他的亲戚了 然后所以 然后寄给亲戚了 然后她就被她的亲戚所收养了 然后就改名字改姓了 就是这样的 尹海涛还说 她的生父曾经在重庆一些地方 给她留下了几套房产 但是她都很有志气的 不想要那些房子 告诉那个 这些受害人 这些受害人也就是 可能从这些方面 对她更加信任 更加的就觉得这个人可靠 既然小的时候 受过这么多苦 还有 再加上之前她也没有靠过她的家人 她自己能够成为这个样子 就说明她是一个很上进 很积极 而且很有头脑 很聪明的一个人 那她就觉得这个人可以依靠 然后后来因为她爸妈 她爸因为工作上的原因 后来被坐牢了 坐牢之后她就去看她 她说她去看她的时候 没过多久 那前一天晚上 她爸就自杀了 尹海涛给被骗女子们留下的印象 就成了一个有着一定家庭背景 同时又自强自立 有情有义的成功人士 那么尹海涛究竟是什么样的家庭出身呢 原来尹海涛出生于彭水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而说起儿子 尹海涛的父亲也是气愤的不行 他说尹海涛平时很少回家 一回来就想办法骗家里人的钱 并且每次都是有戒无回 据民警介绍 他们当初去尹海涛家乡进行调查的时候 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跟民警说了这样的事情 甚至在调查中民警还了解到了这样一件事 尹海涛连自己的弟弟都坑 他们一个他的兄弟要买车 就是因为他的子女那个腿部有毛病 行动不便 他兄弟就想买一辆车 因为当时他们兄弟在农村 他在重庆组成 他就给兄弟说 你把钱给我 我帮你去把车买回来 然后他们兄弟就把那个车款 十几万 十七万 全部给他了 然后他拿着这个钱 就以他自己的名字 名义 自己安协了一个车 对大人 对姑姑兄弟 这些兄弟是没有感情 该让他处理就让他处理 他该如果说 手机不要停的话 他该枪笔就枪笔去塞 不是我 因为我们大人就是这样 连自己的父亲和兄弟都坑害的人 骗起别人来 想必更是毫不手软 民警在调查中发现 不少被骗女性 都因为这段经历 在心里留下了阴影 而处理债务问题 更是让他们痛苦不堪 由于担心信用卡欠费 导致征信出现问题 不少女性 又东挪西借的去还信用卡 然后现在想问银行 对了 觉得我一个手爱人 每天不停地 跟我单位打电话 跟我打电话 跟我家人打电话 精神压力 社会压力很大 而且因为那个事情 就受理心理障碍 我觉得也大 可能 对的时候 发生那个事情的时候 真的觉得有点火不下去 但是我们就想 那种人如果继续在这儿 会不把他处理了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有 十个 二十个 三十个 甚至一百个女士受害 被骗女子张童 就是为了偿还银行信用卡债务 将自己的一套刚刚装修好 还没有住过一天 准备将来用作结婚洞房的小房子 低价抛售了 这个事情在我这里 我笑得很快过去 我真的不想 这个事情 一直 一直拖 拖到后面 家里面的人 如果都知道的话 我就会觉得更难过 我觉得 我会觉得我一点都不孝顺 而更加令人同情的是 重庆某第一名被骗女子 甚至在与银海涛交往的过程中怀孕 并且生下了一个小孩 但是作为亲生父亲的银海涛 对待亲生骨肉 却是十分无情 然后我们在理他的那个账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有一个 就是跟他有一个孩子的 其中的一个受害者 然后他给他打钱 也就是说他要付他孩子的生活费 你说其实他本身账户上是 有很多钱的 他骗了这么多钱 同时骗了很多人 然后那钱 也就是说他给他的那个孩子 转了两千块钱 然后还备注了一下 说给娃尔买件衣服 我确实过不下去了 然后转过头 又给自己转了一万 然后他对自己就特别的放松 对他就算是他的骨肉 他都非常的苛刻 然后这么一个人 他骗了很多钱 十三位女士的生活 就这样分别和银海涛产生了交集 并且因为这段交集 而给自己的人生 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银海涛触犯了法律 必将受到应有的严惩 但是他对十三位女士 所造成的伤害 已经无法弥补 而在办案过程中 民警发现 银海涛在选择诈骗对象方面 是进行过精心选择的 银海涛的女士 在银海涛行骗的过程中 有一点是很关键的 那就是他总是会给被骗女性 描绘出一个很大的蓝图 让对方愿意把钱给他 他有公司 一定实力雄厚 一定日进抖金 那我把钱借给他的话 我还每天都能赚到钱 我为什么不借给他呢 让他拿去投资 既然选择他作为自己的 所谓的日后要嫁的人 那我就应该去支持他 他是这样想的 他之前跟我说过 他说十月份 十月份的时候 到时候这个钱可能就会回来 回来之后 就一下子回来几百万 别人站住了之后 我就可以把钱还给你 我就借了 我就一直借 借下去了之后说不定 说不定我就堵这一把 说不定我们 说不定他就是个好人 或许他赚了钱 我们就更好了 我宁愿相信 我宁愿相信好的一面 就这样才有这种勇气 给他借钱的 而对于这一点 不少被骗女性也承认 严海涛在行骗的时候 给人的感觉 的确相当有迷惑性 除了我过生日 他就是为了骗我钱 他就是他很狡猾的 他为了骗我们的钱 我们所有的女孩子的钱 就是先投入 给我过了一场生日 花了他几千块钱 给其他的女孩子 可能买了手机 买了包包 买了香水 什么的 可能花了几千块钱 就是先投入 花了钱 后来又骗去 才能够博得我们的信任 才骗去我们的钱 就是这样子 可能现在来看很多人 觉得我可能缺的很棒 我想一下 我可能也很棒 没有人心 其实有时候觉得 我们这一群人都太简单了 就是从武官机关的 那个角度来说 就是说 就奉许大家 不管什么事情 只要涉及到钱方面的时候 不管跟你谈这个事情 是朋友也好 还是亲戚也好 大家都要慎之又慎 本案中的嫌疑人 的确抓住了一些女性的弱点 从而诈骗成功 但是假如当初在交往的时候 被骗的女性能再冷静一点 理智一点 对于某些细节 能够再仔细地想一想 后果可能就会避免发生了 骗子总是有马脚的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一定不要被一些表面现象 蒙蔽了眼睛 不要因为一些小力而忽略了本质 这样骗子才会无计可施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